大家好,我是小妍 把筷子穿入大蒜里 像这样看紧实一点 然后把炉子打开 把蒜皮在火上将大蒜烤一烤 烤的时候要均匀地转动 把大蒜在火上烤一烤 这也是老一位传下来的老方法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我们要将大蒜烤焦烤红 一直烤着大蒜的表面成焦黑色 晾至不烫手的清空一下 把大蒜掰开 上面烧得太黑的可以刮下来 放进一个小碗里面 根据蒜拌的量来放入半勺棉白糖 然后翻拌均匀 把每一半大蒜上都裹上白糖 烤好的大蒜吃起来少了大蒜味和辛辣味 香甜柔软 在这里真的很佩服老嘴中的智慧 食材简单加长 作用却一点也不简单 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 如果你觉得实用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